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叫做颱風 颱風來上面第一個季節 台灣的季節 颱風季節下秋兩季月份7到9月 數字我忘了 自從有歷史紀錄以來 我的印象中只有兩個月 從來沒有颱風清洗台灣的紀錄過 也就是說 理論上是每個月都可能會有颱風 但是 主要來的台灣的時間是月份是7、8、9月 季節是夏秋兩季 是台灣的颱風季節 到後面講說颱風也是台灣的最主要的一個雨水的來源 颱風來 颱風是一個熱帶海洋性的低氣壓 來台灣的颱風大部分發展於太平洋 我們當回上課的時候基本上都是用它發展在太平洋來上課 少部分的南海這個我們通常把它忘掉不提它 注意 因為颱風的行程需要吸收 大量的熱跟水 因為需要吸收大量的熱 所以是熱帶 因為需要大量的水 所以是海 所以是一個熱帶海洋性的低氣壓 因為它的行程需要吸收大量的熱跟水 明天過後這個電影有一幕 有一個有一幕 那些科學家站在電腦螢幕前面看 然後看到三個大圓圈圈 有一個人就說了 說這個好像颱風 後面一個人就說了 可是颱風不會發展在路上 為什麼 因為沒有水 對學測考過一集畫了世界地圖 點了四個點 問你說哪個地方會有颱風 那挑誰 熱帶 海洋 所以一個尾度不能高 第二個要在海上面 可以在陸地上 為了學測考過 颱風是一個熱帶海洋性力氣壓 後面那一句國中生可以不會 對 颱風是會旋轉 是個旋彎 旋轉 所以它需要有個足夠的科勢力 讓它能夠旋轉轉轉彎 要出了科勢力 那 這件事國中生可以不會 原則上 四到五度以內 不會有颱風 原因 科勢力不夠 轉不成圓圈圈 學沒辦法學成懸窩 歷史上 曾經有個意外 好像孔雀 美軍走過赤道附近 爬爬爬被這個颱風吹了亂七八糟 這裏怎麼會有颱風的玩意 這玩意是在當時 極為特殊的天氣條件下 正好有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然後再下拉 屁股哈一腰 最後搞成這個颱風出來 除了在這個極為特別的狀況之下 原則上 四到五度以內 不會有颱風 因為 科勢力不夠 不過這件事國中生 可以不會 我們只要知道 颱風的行程 需要足夠的熱跟 水 可以了 所以是熱帶海洋性的低漆 這種熱帶海洋性的低漆 如果發展得夠好 好像後面那個 風速 17.2 真的是 用公尺算的 它就是所謂的 要在 八極風以上 八極風以上 中心風抓到八極風以上 就會把它稱之為所謂的颱風 稱之為所謂的颱風 OK 這是颱風的分類的標準 颱風分類的標準 好 輕度颱風 強烈颱風 我小時候 有聽過什麼超級強烈颱風 可是你現在找資料 找不到這玩意 台灣就三級 輕度 中 剛才他們的風情分的 八到十一級是輕度 十二到十五級是 中度 十二級上就是多少 超級 強烈颱風 台灣沒有 所以上次什麼 哇 剛才什麼來的時候 一些無聊神經病 拿著美國吸的 報道說 哇 超級強烈颱風 台灣沒有那麼一樣 台灣沒有什麼 超級強烈 就是 輕度 中度 跟 強烈 強烈颱風 OK 你不用背了 知道說台灣這個分量就可以了 什麼多少風你也不用管它 這個是要告訴你 颱風很好認 考卷上 考卷上畫一個圖給你 不管他給的是衛星雲圖 還是給的是地面天氣圖 你都可能看出來 這上面有颱風 看這裡 有個螺旋狀的 雪窩雲 這什麼東西 颱風 中有個洞 什麼颱風也 颱風也 颱風也 所以你看看 看出來了 那個圖上面 台灣這裡有颱風 因為有個螺旋狀的 歷史中旋轉的遠雲 中間再來一個洞 叫颱風也 那這是衛星雲圖 如果看地面的雲圖也很好認 這是一個動畫 雙彈 跟最近這次 跟這次的 坦米 有兩個低壓系統 互相影響 雙彈 兩個颱風的 那個中心距離在一千公里之內 可能會發生藤圓效益 我在網路上寫過 什麼叫藤圓效益 什麼藤圓效益 寫過 藤圓季香 藤圓左迴 齊麟王 藤圓 藤圓效益 藤圓龍蜜 兩個 兩個來說 不用玩就知道了 別再進去看看 那如果 給的是地滅天氣 土圓好認 紅星圓 等壓線 紅星圓等壓線 所以我剛剛講過了 考卷上 考卷上畫一個圖 不管他給的是未溪雲圖 還是給的是地滅天氣圖 你都會一眼就認出來 那上面有一個颱風 然後因為你認出颱風了 這個問題 邊有了邊有的問題 邊風速快啦 那你吹什麼風啊 怎樣怎樣怎樣 你看這個圖裡面 越靠近中心 等一下進去越怎樣 越密 這個要什麼意思 風速就會越快 所以 意思就是 颱風呢 越往中心風速就會 越快 風雨會越大 但是 真正的中心點 颱風也反而 無風 無雨 旁邊有所謂的雲牆 無雨 這個結構圖 國中身 不佳 颱風的結構 看過就算 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這裡的颱風中心 是什麼氣流 上升嗎 下沉氣流才會天氣勤朗 對不對 颱風中心是個下沉氣的 這個 明天過後也有演過 第一幕 第一次演的時候是那個飛直升機 直升機 胖子就摔機摔下來了 客家打電話 說因為上面強勁的冷風氣下沉 所以油箱全部都 凍結 凍結以後就 耶 看肌肉這樣 再來就是最後 快要到結束的時候 結束的時候 男主角跑去外面的過程上找藥 最後最後你找到藥 這時候那個冷空氣就跑過來 看他電視這樣演啊 男主角開始往那個大樓裡面衝啊 然後呢 然後人衝進去啊 然後大家就從那邊走開著 一步結冰 接下來 最後一刻衝進那個土塑板 胖子門一關 卡門結冰 然後突然裡面save安全 基本上是亂演 基本上是亂演 好 為什麼是亂演 我們就按照他說的好了 這裡有一股強勁的下沉氣流 就非常非常要冷 然後從那邊要跑過來 這邊有一股強勁的下沉氣流 往下沉 往這裡跑 跑來碰到了高樓之後 讓高樓結冰 請問你這一股下沉氣流 跑過來接觸高樓 那我什麼結冰呢 你下沉整根都 結冰了嘛對不對 整根都冷嘛 為什麼這盤子 還一路結冰接下來 不會啊 亂演 不過沒關係 電影一秒下個演才會緊張 刺激 所以一秒衝進 我們關鍵 他攝影下來 這兩三 幫我才會有戲可以 OK 好 所以他中心其實是下沉氣流 因此 應該不會有哪一個傻的 因為國中不叫這個 國中不叫這個 應該不會有哪個不長眼的家伙去問你 颱風中心是上升氣流還是下沉氣流 因為按照國中的程度 他會打上升氣流 為什麼 1 颱風是底氣壓 2 地下中心是上升氣流 最大 台風中心是上升氣流 但是錯 下沉氣流 應該不會有這種不長眼要考這個玩意 OK 他這邊其實下來 完全就是下沉氣流 所以天氣晴朗 無風無雨 OK 颱風路徑 鬼絕多變 你如果上氣象局的網站 就真的是鬼絕多變 氣象局的網站上會給你畫 颱風有這一條 有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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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好多條 對台灣人而言 對我們這種死老百姓而言 就只有兩條 一條 進大陸 一條 去日本 然後 被誰控制 上次 蘇利來的時候 就有人 就開始 被這個 太平洋高壓控制 如果現在高壓 勢力強 高壓風吹出來 所以進不去 所以如果太平洋 高壓勢力強 他去哪裡 大陸 不會去大陸 太平洋高壓勢力弱了 他就會上去去日本 OK 所以 看太平洋 簡單就看太平洋高壓 所以你可以大致猜一猜 看信用給大家 他可能會往哪邊跑 但是如果你看 其他你這個專業的人 他可以分 A條 B條 分了十幾條 怎麼走 就叫做 很難 軌絕多變 軌絕多變 基本上就是受到 因為我們講過 我們來台灣的 台風大部分都來自於 太平洋這邊 所以主要都會受到 太平洋高壓 這邊的 太平洋高壓自己的影響 OK 台風暴風半徑 就剛講過了 中心最少要八級風 往外數到七級風的地方 就稱之為所謂的 暴風半徑 就稱之為暴風半徑 這個範圍 就叫做暴風範圍 或者叫做暴風圈 暴風圈 通常一個暴風範圍 暴風圈呢 會有幾百公里 幾百公里 所以 差不多每次都是這樣 隨便一個台風 都比台灣來的 大 就把台灣暴進去 就好 所以中心風速最少要八級風 往外數到七級風 七級風暴風半徑 這個範圍內叫做所謂的暴風圈 或者是暴風範圍 OK嗎 OK OK